用原住民的山刀象征猎人开路为活动揭开序幕 台湾第一届原住民族时尚产业发展论坛 周末在花莲的富佑清创园区登场 第一天论坛邀请了在地花莲人 同时也是知名潮流品牌执行长 分享了台湾原住民时尚设计特色 带领民众从中了解原民文化独有的内涵 台湾第一届原住民族时尚产业发展论坛 在线长徐正卫、华生梢创办人执行长林德拉 指台东国际服装设计师萨布勒安德烈 用原住民的山刀砍下黄藤的象征仪式 为活动揭开了序幕 起动 好不要动 好 其实叫德拉就好了啦 然后旁边是我的主意名字 我来自花莲的达吉里部落 就是最北边秀林乡的宗德部落 大家对于这个品牌其实有些人可能还不认识 然后可是大家对我们的一个 就是一个搜索就是 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潮流品牌 然后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 其实也不知道是时尚还是潮流 因为大家都把时尚潮流都讲在一起 然后其实对我的想法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是 因为时尚其实是一个某些特定的人或是某些特定比较话语权或是品牌 他们可以讲出说下一年是什么样子的风格或是颜色或是剪裁 然后让很多人去依循 所以像快时尚可能就是把这个部分然后把它做个评价的一个比较时尚的商品 那对于潮流这一块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反时尚 就是它有自己的个性 它不会依循的主流去走 所以它可能就是有我今天想要讲环保 我今天想要讲机能 然后我今天想要讲我的诉求是什么 所以比较有个性的部分 那可能对于花生肖来讲 我觉得特色就是在 它是家里原住民的特色在里面 时尚的态度 也就这个态度如果没有被呈现出来的时候 时尚一定是归于一个很茫然的一个领域 因为一个人的态度 可以造就出坚持热情梦想蓝图目标 就会产出了各式各样的时尚的一个美学 两天的论坛 第一天上午邀请花生肖执行长林德拉 原原制品设计包入足弩软制军 以及前L杂志乖种编如书分 下午则邀请民众分组 分享原民时尚产业的现况分析等 执盼透过原民产业基因的分享 提升花联科族的狭隘美感 将花联打造成台湾原民时尚产业城市 记者展邦彦华联士报导